那种情况之下没有什么交往的情况之下 所以它是秘密的进入到中国 到了北京以后呢 然后跟周总理见面的时候也是秘密的 周总理跟他交谈得很深 而且还看了过宫 还让他去了过宫 反正谈得比较稍微卡顿的那时候 总理就说咱们休息一下就吃烤鸭 所以咱们的外交是很深入 很真诚又是很灵活的 周总理就对他的评价就是个千权君子 对他印象还是很深的 也是很好的 因为他在中美关系上的作用太关键了 也太大了 全国人民对他印象都很深 那我当然也是印象很深刻 我在北京饭店去采访他来着 他很健谈呢 很能干呢 他是很儒雅的 王儿知道他去世的消息以后 希望给他的亲属之爱 悼念他 很遗憾 百岁老人了 太不简单了 对于世界和平也做了很大贡献的 也希望能够对中美的友好啊 把世界的和平啊 做出更多的贡献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e две